第821集 春季正月初一 东晋实行大赦 刘卫尘掠走了前秦的五十多位边境居民 把他们当作奴婢 全部进献给了前秦 前秦王福坚责备他 让他把抢来的老百姓全部放回去 刘卫尘因此背叛了前秦 一心依附于代国 东安简博痴谈去世 2月 东晋任命东阳太守范汪 都督徐州 衍州 冀州 青州 幽州 五州所有的军事 兼任徐州 衍州 二州刺市 平阳全军的人都投降了前燕 前燕任命建维将军段刚为太守 派都护韩包统帅军队 共同守卫平阳 方术之士丁晋在前燕国主慕容面前很是得宠 他想向太宰慕容客献媚 他劝说慕容客杀掉太父慕容平 慕容客内心勃然大怒 上书请求拘捕他并斩杀他 高昌去世之后 前燕和内太守吕户吞并了他的兵重 还派前使者前来东晋投降 吕户被授予冀州刺史的指挥 吕户想带领东晋的军队去袭击夜扯 三月 前燕太宰慕容客统帅五万士兵 官军将军黄斧针统帅一万士兵 共同讨伐吕户 前燕的军队抵达野王 吕户还成自首 护军将军赋言请求展开急功 以减少过多的豪费 慕容客说 这个老贼经历了很多的变故 看他防守戒备的样子 我认为不应该展开急功 否则士兵恐怕会伤亡过重 前不久攻打黎阳的时候 精锐士兵伤亡严重 但最终也没能攻克 那是自取困难 自取其辱 吕户 城内无积蓄 城外无救援 我们只要把战壕挖身 把营垒筑高 努力地坚守 修养士兵 同时离间他的同党 对我们来说 这样做毫不费力 而敌人的形势 却会一天比一天更加危急 到时候 用不了一百天 一定能够攻克他们 何必要大量的士族伤忙 去换取一朝一夕的功劳呢 于是他们就修筑了常委 以此来努力坚守 下季四月 桓门任命他的弟弟 桓门郎桓货 为都督缅中七郡诸军事 兼任新野一城二郡太守 统领军队攻取了许昌 打败了前燕将领慕容辰 前两票其大将军宋魂并动 张玄亮及其祖母马侍前去看望 说 将军万一有不幸 我们孤儿寡母将依靠谁活下去呢 我想安排宋林宗继承将军的位置 可以吗 宋魂说 陈下的儿子 宋林宗年幼无力 难以承担重任 殿下倘若还未抛弃陈下一家 我的弟弟宋程 施政办事的能力比我要强 只是他行事迟缓 反应差了一些 恐怕他难以适应随机应变的事物 殿下如果能对他鞭策鼓励 加以使用就可以 宋魂告诫宋程 以见儿子们说 我们家承受了国家的大恩大德 应当以死相报 不要依仗自己权势地位高 就对人傲慢无礼 他又会见了朝廷的大臣 全都告诫他们 一定要忠贞补阿 等到宋魂死后 路人都为他伤心流泪 张玄亮任命宋程为领军将军 安排他辅佐朝政 5月22日 东晋墓地驾崩 没有继承人 皇太后下令说 狼牙王司马匹 是朝廷中兴以来的 正统敌传 无论是道德名胜还是族亲地位 都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让狼牙王奉解地位 于是朝廷百官备好皇帝的车架 去狼牙王的宅地迎接他 25日 司马匹集皇帝位实行大赦 27日 改封东海王司马懿为狼牙王 秋季7月23日 东晋墓地被安葬在永平陵 定庙号为孝宗 前燕人包围了野王几个月 吕护派他的将领张兴出城迎战 赋言攻击并且斩杀了张兴 城中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危急 黄辅真告诫手下的部将们说 吕护大势已去 外逃时一定会选择 有空虚间隙的地方进行突围 我们军中的士兵大多瘦弱 武器也不精良 应该多加防备他才对 于是他就多次督促手下的人 试验战车盾牌 亲自检查夜间巡逻的人 吕护粮食断绝 果然趁着黑夜 带领他的全部精锐士兵 向黄辅真部队坚守的地方进发 强行实施突围 但没能突破 太宰慕容克率兵攻打他 吕护的兵重死的死 伤的伤 快要全军覆没了 吕护本人只好丢下妻子儿女 逃奔到行阳去 吕护克安抚投降的百姓 把积蓄的粮食全部供应给他们 将官吏和将帅迁徙到夜城 其他的人则随他们自己愿意去的地方去 任命旅户的参军广平人梁琛为中书著作郎 9月14日 东晋丽妃王氏为皇后 王皇后是王的女儿 墓地和皇后称为墓皇后 居住在永安宫 前梁又司马张庸 憎恨宋城这个人独断朝政 于是就起兵攻打宋城 然后把他杀了 他的家族也一并被灭掉 张玄亮任命张庸为中护军 任命叔父张天熙为中领军 一同辅作朝政 张平袭击前嫣的平阳 杀掉了断钢含苞 又攻打燕门 杀掉了太守善男 接着张平又遭到前秦的攻打 他无奈之下 又向前嫣谢罪 以此来求取前嫣的帮助 前嫣人因为张平行事反复无常 所以没有救他 于是张平就被前秦消灭了 以害前秦实行大赦 许掩二周刺史范汪 桓温一向都很憎恶他 桓温准备北伐 命令范汪率领兵重向梁国出发 冬季十月 范汪犯了延误期限的罪过 被免为庶人 于是就被废除 后来就死在了家中 范汪的儿子范宁喜好如雪 他的性格质朴直爽 他常说王毕和燕的罪恶 比夏节和商咒还要重 有的人认为 这是过分贬低的说法了 范宁说 王和蔑视经典文献 导致仁义道德败坏 他们那些荒诞空虚的言辞论说 遗害后代 导致士大夫改变了自己正确的道路 以至于礼崩越坏 中原覆没 那些遗留下来的不良风气 直到今天还在危害时人 夏节商咒 一时的肆意暴虐 也足以使他们身败名裂 使国家倾覆灭亡 成为后世的反面教材 怎么可能躲过百姓的眼睛和耳朵呢 所以我认为 危害一个时代的灾祸轻 危害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灾祸重 自己身败名裂的罪恶小 迷惑世人的罪恶很大 吕忽又背叛了东晋 逃奔到钱燕 钱燕人宽舍了他 任命他为广州刺事 钱梁张庸这个人 傲慢自负 做了很多淫乱暴虐的丑事 甚至还网罗捧党 专善朝政 滥尸刑罚杀戮 国人都很怨恨他 张天熙的亲信 敦煌人刘肃对张天熙说 国家的事情尚未平静啊 张天熙说 这话什么意思呀 刘肃说 如今护军张庸出入朝廷 就像当年的常宁侯张作那样 张天熙吃惊地说 我本来就怀疑他 是没敢说出口 那现在要怎么办才好呢 刘肃说 定当迅速除掉他 张天熙说 除掉他 怎么做呢 派人去做才好呢 刘肃说 刘肃我 就是可以去除掉他的人 刘肃当时年纪很小 还不满二十岁 张天熙说 你还年轻 另外再找一个帮手去吧 刘肃说 有赵白鞠和我 我们二人就足够了 十一月 张天熙和张庸一起入朝 刘肖和赵白鞠跟随着张天熙 张天熙和张庸一起入朝 刘肖和赵白鞠跟随着张天熙 张庸正在宫门前 刘肃 砍击张庸 没有砍中 赵白鞠接着再砍 又没砍中 他们二人和张天熙一起进到宫中 张庸得以逃脱 率领三百多位披甲士兵攻打宫门 张天熙登上屋顶 大声喊道 张庸凶恶叛逆 毫无道义 已经杀掉了宋城 又想颠覆我们一家 你们重将士世代都是梁朝的臣属 怎么能忍心把武器对准我呢 如今要擒祸的只有张庸而已 其他人一概不追究 于是张庸的士兵全都奔散逃走 张庸只能自吻而死 张天熙把张庸的家族同党全部消灭了 张玄亮任命张天熙为史池杰 冠军大将军 都督中外驻军事辅佐朝政 十二月 开始改变了建兴四十九年的纪年 尊奉使用东晋的年号升平 东晋朝廷下诏 任命张玄亮为大都督 督拢右驻军事 梁州刺事 护枪校尉 西平宫 前焉实行大事